蔡总统过去非常强调新南向的一个政策 我们都以为他跟国外 不管是在经济的交流 学术交流 还有最重要是在打击犯罪的 这样子的一个互助平台上面 都已经做好了一些防堵的一个措施 那这次柬埔赛的事件 我们才发现 真的万一发生事情的话 只能靠民间 甚至是台商来做一个解决 那我们堂堂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到底在做什么 而蔡总统对于他最自豪 能够赢得年轻人选票的这样一个总统 对这件事情国人都关切的 柬埔赛的青年的这个事件 他却毫无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个关切 而是用一些选举的文章 来冲刺他自己的这个脸书 这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对很多的 特别是有孩子在柬埔赛的父母亲来说 真的是亲和以堪 如果外国人来我们台湾犯罪 那这个账是不是要算在外国的警政单位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发生在高雄就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就是内政部的责任 就是市长的责任 难不成你要告诉我 新北的子弹是飞到高雄来杀人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罪 全部怪在新北市长手上吗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完全是错了 我还是强调任何的治安都是大家非常的关切的 都是地方政府官还有内政部都是应该强力来督导的 不能说是枪从什么地方来 然后就说跟我高雄无关 我觉得议员在监督不能够这么样子的护航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磁力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我们下期再见